对,所以在强攻不死的情况下,那么对自己的一些球的要求质量太高,又容易造成一些失误,这是一个,再一个呢,对方的防守,出球的质量,相对来说都比第一局要好得多,所以这样无形当中给中国队的组合呢,增加了不少难度,对,对方的这个提升,我们自己的失误送分,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, 形成了这样一个分数,好了,那么决胜局呢,在从头开始,反正前面的双方各胜一局,就看这一局,这球已经是碰到了何真安的拍子,第一分拿下,先开个好头, 心情上要稳住,减少失误,不要急躁 2比0 首先一定要吸取,这个前面两局比赛的一些经验,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,那么在第三局, 我认为还是首先要从情绪上面,要能够让自己兴奋起来 接上去开始以后呢,连拿了三分 从世纪上是极为有力 好的 4分 4比0 开局的形势非常好 4分基本上是赵云磊一个人拿的啊,张楠这拍子还没动呢,都是这发球啊,现在可以看到张楠 这个场上的速度也明显加快了,所以这就是一个好的士气,在第二局就没有看到这样的,这轮流转了啊,在第二局的时候呢,是韩国选手在那一侧的时候出现有这种状态,那么决胜局开始以后呢,现在这个张楠赵云磊是这种状态,开头开的挺好,对 5比0 防守时的出球质量啊 嗯 像这种情况之下,这种球,你挑后场的这个就要讲究一点质量了,对对对,就要,所谓的我们讲要到位,嗯 嗯 那么,何真恩在往前也加快了他的封网的意识 目前很明显,双方都希望通过前半场 来为自己创造进攻的机会 所以现在对 两位女的选手来说,非常重要啊,就看谁能够在前半场 做得好 很可惜,这个已经抓住了对方的球路了 但是在回球的时候呢,没有控制好,出现了失误 中国队打了5分 攻击 中国队是连拿了5分 现在,韩国队呢,又连追了3分 准备不够 嗯 准备不够 所以你看挑这个球如果要是不痛不痒的话 这个自己就很麻烦了 对刚才战狼在后场进攻的时候 连续的那个意识不够了 所以没有形成连续进攻 变成一下子从自己进攻 转换成给对方抢到了主攻权 对 参加混双比赛的选手 韩国队呢已经有一队选手进入到了半决赛了 好球 衔接好